嗨 嗨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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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拉完包裹以后 我现在又开始用这个小电动点跑了 我不喜欢这个小电动 它跑起来一串一串的 没有以前的那个 我用的那个A7 R7跑开 这个校车 这个点校车它要走走停停的 我们改到这边小路来开吧 电动车有个优势哈 就是跟国内一样就可以随意就是穿行 当然是在合法的情况下 我过来了 这边比较偏的 这边其实没什么人 都是租富的 车也比较少 所以在老美这边开车还是蛮舒服的 不管开车走路还是什么之类的 毕竟如果你在路上瞎搞人家都看不起你嘛 对不对 你面子也没有 对不对 好了我的地点到了 咱们送完这一家 现在去另外一家 这边没车 走完 走 来学一下 就今天有点热 烈日当空赛 还好吹起来的话 这小风吹的挺舒服的 再开快一点 诶 可以飙到40公里 没想起 看一下小林长啥鸟样 刚才原路返回 吵个红灯 小姐姐抱着西瓜回家 哎呀呀呀 这里路有点烂 我觉得我应该升级一下这车子的避震 把它全都升级成那个Rush Shop 会好一点 要不这个原厂的太烂了 原厂的真的不值钱 又有堵车 这里又有小朋友要说了 你逆行 逆行 我逆行 你拿我咋的 举报是吧 哈哈 好了好了好了 行了这里可以全速前进 呼呼 叫一下 车里面的人应该能听得到 最怕就开门杀 好 中间是我们的道 所以说无所谓 对 这井盖啊 井盖和我下雨天 好像下雪天是很鼓呼的 哇 杀不下来 I got it 哇 后面还有车 它原来是在躲我后面这台车 发现这个排气也要排了 像是不排气了 直接把油炸换成那个BB7 这有油炸很垃圾的 不好用 哪怕再好的油炸都没有机械来的好用 因为机械的话可以做到随时保养 好 第二站到了